财运好,不但收到奖金,还可能会收到房产的投资回报 但爱情上却有一些敏感不安 可能主要是你自己的态度让对方觉得有点飘忽不定 月亮进入水瓶座,并四分金星,六分土星 与射手座的太阳形成四分项 在追求自我和个人成长的时候受到情绪的干扰 同时自己疏离的态度导致亲密关系上压力很大 但是高远的想法和态度却有助于未来的规划 而且自己对待人生负责任的态度使得自己在朋友中受到尊重 太阳四分木星和凯隆带给我们的是 在进行自我追求的道路上不得不要面对过去的伤痛 以及成长所带来的压力